李小霞的喜悦 李小霞我看在比赛结束之后 你也是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同时呢冲到场边 鞠了一躬好像在找谁 离职吧 对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觉得这么多年 他非常就是对我的付出 我觉得 我可能给他先一丝的回报吧 所以觉得 其实非常感谢蔡局 我觉得是他能够这么相信启用我 然后也感谢世道 因为我觉得 只有他上次当主教练以后 才开始用我 然后感谢李一职 我觉得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有放弃过我 所以我觉得 在他那种弟子下嘛 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自豪 然后就感谢我的父母 觉得可能 只能来到这个伦敦以后 可能都没太去过一天好觉吧 所以我觉得 也是对他们这种一个回报 然后就感谢 所有的支持我的 所有的朋友们 真的非常感谢 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没有今天的我 这个奥运冠军 对于李小霞的未来 会有些怎样的帮助呢 我觉得一个新的起点吧 对我来讲 不管是我 会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是要求自己 我想我的目标还是一样 我还是想拿到大门关 所以我觉得 在离职这种 在那下 我相信我会成为 中国第三个大门关 好 祝福李小霞 也谢谢李小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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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